最近中国大陆的小品演员赵本山不断地被中共官媒点名抨击 称赵本山表演的小品低俗并和众多的落马官员交往过密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披露 本山传媒影视基地的墙壁上多位官员视察的照片已经被撤下 其中就包括周永康和王立军等人 自从赵本山与薄熙来王立军等落马政治高官发生或迷惑案的关系以来 有关于他的奢华生活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据大陆华商网报道 赵本山的沈阳本山传媒影视基地大楼 有一层装修极尽奢华的楼层 是赵本山宴请达官显贵的特定场所 这个楼层的墙面挂满多位领导视察照片 其中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等 报道说随着中共官员一一落马 那些视察照片也随着消失 其中包括薄熙来怀抱赵本山双胞胎儿女妞妞妞妞的大幅照片 还有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以及中共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人照片 对此前中国民营杂志记者刘一鸣分析认为 赵本山将之前与中共落马高官有关的照片从墙上移走 有避嫌躲难之意 中国有句话说表姿无情 细子无义 有观点认为这句话放在赵本山身上再恰当不过 网友马强认为赵本山有这种行为是很正常 外界猜测赵本山和他的本山传媒总资产接近30亿 据称获利最封的一个文化产业项目 是位于沈阳市郊的苏家屯本山传媒影视基地 这座占地300亩 价值可能超过10亿元的基地 赵本山当初付出的投资只用了8000万元 在中国做商人要想做得非常大 你就必须得跟官员固结 做艺人要想做得非常红 你就得跟高官睡掉 这是潜规则 所以说他能把公司做得很大 一定有问题 赵本山自2012年开始退出央视春晚舞台 自去年底开始 他接连三次缺席中共各级文艺座谈会 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官媒对他的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多 根据华商报报道指出 从辽宁省工商局查询获得的注册登记信息获悉 去年12月8号 本山传媒完成了一次股东变更 工商变更资料显示 本山传媒大股东由自然人赵本山、玛丽娟夫妇 变为本山控股有限公司 原来赵本山出资零元 持股60%的本山传媒控股 变更后赵本山变成出资2450万元 持股19.6% 为最小自然人股东 报道称 实质风口浪尖 本山传媒对股东的匆匆变更 被业内人士解读为脱壳之举 据了解 如果本山传媒出现问题 作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将承担相应限度的责任和义务 也就是说 赵本山本人承担的法律或财务风险将大大降低 有关赵本山可能要出事的猜测 也引来外界对大陆文艺圈腐败的关注 这不光是影视界 在美术界也是这样 这个艺术家的艺术管理面 三分之一的墙面挂满了 跟这个领导的照片 跟那个领导的题词 作品指示的部分 其实现象太常见了 只要是说 他的作品 是靠着这个体制 来维持的 这就是一种腐败了 千古江城的 他靠着这个体制 来挣跟艺术没关系的钱 据了解 最近中纪委扩大了调查范围 将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员 也划入了调查对象 中纪委网站发文称 为官发财 理应两道 从政与搞艺术 也理应界限更清晰 还说领导干部 不要到艺术家的盘子里抢肉吃 北京独立制片人杨伟东表示 文艺圈与喜爱收藏自画的高官 私人关系密切 送自画行贿官员是常有的事情 我们下期见